你做得到做不到 我们努力的 努力哦 好来 在上面帮我签名 你做得到 金融市议员郑文婷在总质询时 特别要求金融市长谢国良签下 落实青年公益机车证件承诺 因为金融市政府计划年底 要达到一万两千台的目标 只剩一个月几乎不可能达成 一份上路到现在上个礼拜 好像市长还说只发了五十台 那一万两千台剩两个月哪发得完 那我算下来要四十年才发得完 眼看着这一万两千台 要四十年才发得完 就算你后面家族马力 剩下三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把它快马加鞭的把它发完 那这五万台做得到做不到 对此谢国良表示 目前将采工艺及共享双轨并行的方式推动 也持续努力减少月费租金 降低青年使用负担 是会透过共享 双头并进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可以不要花更多的代价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谈月费的问题 那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第一个要看年轻朋友 愿不愿意花这个月费 去拥有私有的 那如果他们不愿意花这个月费 我们就会用这个共享的部分 继续鼓励让大家使用更普及化 另外这问题也针对谢国良 日前到大陆深圳进行港口城市交流活动 批评其实是向中共输成 当然重要 你没有讲出这两句话 中共怎么会相信你的输成呢 你怎么可以没有讲呢 都去到中国了 你怎么可以不输成呢 但是我 这个我绝对相信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 我们才能这样讲 你不能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也相信你有这样的信念 只是你这样的信念很奇怪 只有到中国的时候 你特别的想要对中国人讲 谢国良则强调 除了呈现自己的政治理念 也是两岸交流的基础外 参访重点更在于 促进两岸港口城市间的 建设与光交流 尤其是邀请台商回流到基隆投资 七堵航运总部专区 就是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在七堵那边 像有阳明海运 那阳明海运是航运三雄的总部 所以我就在那附近 想办法腾出更多的空间 希望航运企业能够进驻 然后再佐以美国学校 乔治亚州理工学院 这一类学府的供应链物流管理 变成一个产学基地 那所以我就有跟 包括万海的那位执行副总 那透过跟他们 跟他们的这个相关高层的确认 跟另外一个航运企业 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未来他们能积极的考虑 来投资七堵航运总部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跟您报告 万海 所以就只有万海 目前还有另外一个企业 叫义航 万海跟义航 不是说以百分之百 已经确定了跟投资金额 所以还没有签署 什么备忘录 没有啦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地也没有办法那么快 我们现在正在做都更 跟相关的程序变化 但是他们有表达 愿意积极来评估 我觉得投资是很有机会的 记者张旗潘 金融报道